嗨大家我是哲學教練 最近呢我收到了一個非常令人期待的產品 好啦先話不多說開箱給大家看 塔尼塔提子計 沒錯最近呢因為疫情關係可能大家都待在家裡 但這段時間呢我也做了非常多的訓練 其實蠻期待我現在身體到底有什麼變化的 但如果單純量我自己然後再一個禮拜做紀錄的話 我覺得這個看點可能不太夠 所以等一下呢我會將啟動一台寄給天不風低佐 請他實際在我一週的特訓當中加上飲食的控制 到底在身體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OK那我現在量測一下我現在身體裝給大家看 現在我的身體組成到底是如何吧 OK我們來進行第一次的測量吧 好我目前的身體呢體重是61.8公斤 體脂肪率呢是9.5% 然後這個身體的水分比55.4% 然後這邊呢是我的肌肉量53公斤 然後接下來呢這是我的每天基礎代謝魚大概是1577卡路里 然後我的身體年齡18歲喔 OK那我們就把另外一台機器寄給風低佐 期待他這一禮拜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身體變化吧 好又收到這個 澤瑞寄來的體脂肌 接下來一週呢我應該就是會 開始記錄我的運動 然後我的三餐飲食 節制飲食的紀錄 然後在睡前 就是測量一下我每天的身體狀況 那希望 藉由這樣的方式呢可以 減輕我的體重 減輕我的負擔 今天我的體重是94.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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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很有成效的 那接下來就看這禮拜的表現喔 今天是挑戰的第一天 早上起來先在家裡的跑步機稍微走一下 一邊走路一邊追劇 然後稍微流汗一下 然後洗完澡就準備個午餐 一點點白飯然後豆腐 番茄炒蛋煎一塊鮪魚 還有地瓜也 經過第一天有實際做一些飲食控制 跟運動之後 我覺得好像 腸胃有比較舒服 然後上午比較多吃廁所 那就來實測看看 到底有沒有差異 我看了馮迪佐第一天的調整之後 目前看起來算是有些微希望 畢竟他在飲食上做了蠻大的調整 因為他每天基本上都有飲料 然後飯也要吃三碗 但他目前在飲食上的控制就已經有 減量了很多 然後也加入了訓練 期待明天的表現 第二天午餐烤香腸 鮮蛋苦瓜 苦瓜排骨湯 苦瓜全餐 一碗飯 運動完 看完電視 然後洗完澡 到睡前 又要再來做一次測量 那我們就來看實際的測量結果是什麼 看到他第二天的飲食上啊 只能搖頭 飯給我裝那麼尖是怎樣 就叫你控制這個飲食量了 就調降一點好不好 但後面還好他有跟了我們 就是跑團了一個小時的線上課程 這個燃指的指數我覺得應該是非常有感 所以算他稍微彌補持平了 期待他明天可以在飲食上做出更大的調整 今天我覺得應該狀態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工作完洗完澡回來 還有在運動一下 摺熱給我那種爆汗戰神 所以好好的甩油 所以我覺得今天狀態應該不錯 我們來實測看看吧 已經來到了第三天 他開始加入一些比較動態的 像跳繩這樣的運動 我覺得還不錯 對於運動燃指的效果 是還滿有幫助的 但是他看起來在體重上也有些微的下滑 就原本的94、93 現在已經到90了 看起來其實在體重上有明顯的下滑 但肌肉量是沒什麼提升的 所以看起來應該只是今天 他稍微的比較疲勞 脫水脫的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是稍稍的往下滑 我預估啦 明天可能體重又會稍稍的小漲回來 果然不出我所料 昨天只是因為出門了一整天 流汗流比較多 體重稍微下滑 但他今天完全給我控制不住他的口譽 竟然給我開始大吃大喝 你再這樣控制不下去 真的是 這麼胖 會被殺掉的 我真的已經看不下去 連續這麼多天都給我 這麼偷懶的 隨便吃又不運動 我決定我現在馬上打給他 督住他跟我一起做一下 塔巴塔的訓練 染指一下 什麼挑戰 其實自飲食已經很煩了 還要突然打電話叫我起來運動 做什麼塔巴塔 太凹了吧 跟著我先坐 OK 現在已經 不要再按了 現在已經到了我們一個禮拜後 要來驗收的成果 到底在一個禮拜的過程當中 你的體重變化了多少 在後面幾天 我們故意蓋牌不讓大家看 就是到今天才來公布 到底在第一天 跟一個禮拜後的今天 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一一來公告吧 最後我是 只剩91.8公斤 我一開始 大概是94.95公斤 我這樣差得快3公斤耶 但是其實 體重我覺得還好 我們最主要還是要看 你的體脂變化 還有你的 肌肉的這個量 肌肉重量有沒有提升 BMI是29 然後 體脂26.4 我記得原本是27還是28 大概28吧 體脂大 不錯 體脂肪下降了一點 對 水分 10.4 50.4也有進步耶 你原本是40幾 然後肌肉量 64.1公斤 原本是62 62 左右 不錯不錯 但是我必須講 這肌肉量還是有點不及格 你還是太多脂肪 因為我體重61公斤 但是我的肌肉量50幾 所以以比例來講 你才多我10幾公斤 是有點不合理的 提心 分類大概 就是一直都是 回放一些事情 就沒辦法一時一時之間改變 基礎代謝率差不多 我記得也是1900多 1908 進步到1950 年齡上好像有變年輕喔 我最老到 44歲了 你說你量出來的時候 他寫44歲 我年輕6歲了 好不錯 38歲還OK啦 還OK 我年輕你20歲 好 好那我們這樣實測一個禮拜下來 看起來控制他的飲食 還有增加他的運動量 其實 在身體的變化上 我覺得是蠻明顯有這個 變輕的這個趨勢 而且身體的這些指數啊 看起來都是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健康 所以還不錯啦 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感覺 手部 比較不會痠痛啊 講很爛 不要在這邊講一下很痛痛 精神有沒有變好啊 你覺得 我比平常還要早起 那你流汗 你會覺得流汗量什麼 會有覺得變比較 沒有這麼容易流汗嗎 這些 我覺得我只要 我以前只要 走動 就會覺得很容易喘 對對對 稍微好一點 有好一點 好 我覺得就這樣就好 你再講太多會漏血 一個禮拜怎麼可能進步這麼多 好啦 但重點就是要維持飲食的控制 還有維持這個運動習慣 我相信這樣會讓你身體越來越健康 請你繼續保持 這台繼續放你那邊 繼續鎖定我的頻道 就會讓你看到不一樣我 喔對了 從現在開始 這台機器啊 現在會有個折扣優惠的活動 大概可以便宜 四加一千塊左右 買到這台機器 如果你對於這台 BC545N 就是我們手提的這一台 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緊點選下面連結 但如果你想要 比較入門一點的 資訊量不需要這麼多的話 也有更高的CP值選擇 在第二個連結喔 我是你的教練的這台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就運動 真的假的 你要去運動 好啊 不然我們去進走啊 走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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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非常好吃的 呢 很很大 鋮 hiss 超 cool 如果想 сказать